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在說我啊 你為什麼是媽寶 沒有啊 媽媽說 以我不敢說 之前有一句話說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鞋子的尺寸 是多少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媽寶 就長得很大 但是還是很黏媽媽的那種男孩子 他把他媽媽放在 他女朋友更高一層的一個地位 就是他什麼都要 所以小唐媽媽 嗯 我有瘋狂嗎 我有我嗎 你問我愛你嗎 你先問我嗎 就是上了大學 媽媽還幫他剪腳趾腳 撥蝦子還要扁了 就這麼大了 還要媽媽來撥的話 這樣太誇張了 跑步的時候 運動的時候 擦破皮啊那種 他們都會給媽媽打電話 請求他們的幫助 問怎麼辦那種 就我朋友的男朋友準備 對 嗯的時候 他男朋友突然講話給媽媽 問可不可以 喂媽 吃飯了沒 是我高中的社友 他那個時候要高考 然後他就打電話 要他爸媽過來這邊陪他 就說要他不去住酒店 陪他高考過完那三年 不然他就死亡不考 有一次我們一個朋友去PTV玩 然後他手機沒念了 然後七點半的時候 他才開機 然後他手機就有二十多個未接來電 就是他媽媽給他打 然後他說他每天都要六點鐘 打電話回家抱不開 不然就會被他打電話 原諒他 能我比較喜歡這種 如果我的另一半是媽媽媽 讓我 他是我的另一半 我就什麼都喜歡 當然不可以了 不然談戀愛是他媽媽同意的 結婚是他媽催的 離婚也是他媽逼的 你說氣不氣 我會打死嗎 首先這個人 不可能會成我的男朋友 沒有這個可能性 為了未來考慮 可能會分手 因為這不是 先解釋另一方面 因為以後生活的話 其實還會遇到很多方面的問題 他媽媽這樣 雖然也是為了他好 可是我覺得這樣 會讓他犧牲掉很多 就是 跟朋友娛樂的時間 然後 就是 認識 更多人的機會 我覺得 不能只是 單方面的跟他談 應該要我 還有他跟他媽媽三方做一個 會談 比較能夠改善這個情況 我要看他是什麼心態 因為有的媽寶是純粹 就只是孝順 媽寶不一定是不好的 就是只是不要太過 過 就是太超過就好 我有一點吧 但不是很完全 我覺得不是很好吧 遲早自己還是要去 自己一個人出去 這樣太依賴家長的話 就沒有自己的主意了 媽寶這個詞 我對我來講 是一個正面的想法 天下父母心嘛 媽媽本來就會保住自己兒子 那兒子也應該對媽媽自己也笑到 所以我覺得媽媽對我來說 是一個正確的詞 我跟他們講話 就不容易 因為有一點麻煩 我覺得他們不是我的在 我覺得有媽媽的小孩真的 不關心 耶媽我愛你 你媽媽的 哇